日本花样滑冰运动队在亚洲算是一支比较强的队伍 其中出现过浅田真央、雨生结贤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队员 而在这些队员中,有着一位可以被称之为真正白富美的花样滑冰运动员 他就是本田真岭 除了赛场上强悍的实力与清秀的外表之外 本田真岭更是拥有一个十分富有和强大的家族 支撑着在其花样滑冰事业上的进步 究竟本田真岭这位冰上精灵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01年,本田真岭在京都出生 很小的时候便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了花样滑冰项目的专业系统训练 而在训练的过程中,本田真岭也是并没有因为自己优越的出生而养尊处优 相反,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之下 本田真岭的训练过程中从来不敢马虎 一直都以极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 如今我们看到本田真岭在赛场上如花仙子一般翩翩起舞时 应该了解到,这些都是由于本田真岭在小时候的艰苦付出 才拥有了如今的回报 作为一项专业的运动 花样滑冰对于运动员的身体力量和综合素质要求很高 因此,本田真岭在进行常规的动作训练之外 还要进行一些专项的平衡以及耐力训练 这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来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在训练场上虽然温度很低 但是本田真岭却从来都不会抱怨 经常一场训练下来之后便已经是大汗淋漓 作为本田真岭的教练 父亲本田龙也有些时候都感到于心不忍 感觉这样的训练对自己的亲生女儿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 为了能够让这些运动员更好地适应赛场上的旋转动作 本田真岭和其他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一样 经常要使用一种辅助旋转装置 这种装置将几根背带固定在运动员的胸前和背后 类似拍电影所使用的吊威亚 而运动员就在这样的机械辅助之下 不停地进行旋转动作的训练 十分考验运动员的心态和耐力 正是凭借着艰苦的训练和顽强的意志 本田真岭在花样滑冰项目上的表现也越来越出色 2015年年仅14岁的本田真岭 就在国际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取得了铜牌的好成绩 当成绩出来以后 本田真岭立即被冠以了天才少女的称号 成为了无数喜爱花样滑冰观众的心中的偶像 而在2016年国际花样滑冰联赛世界青年锦标赛之上 本田真岭一袭白衣出现在了赛场上 随着古典音乐的缓缓播放 本田真岭像一个初入凡间的精灵一样 在冰场上不断旋转和舞蹈着 展现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而场边的观众和裁判也被本田真岭这番表演所深深打动 最终本田真岭凭借着自己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 在2016年国际花样滑冰世界青年锦标赛上 夺得了冠军 再次震撼了世界 因为本田真岭的出色表现 许多的观众在当时已经开始期待 他在平昌冬奥会上的精彩表现了 但是让观众感到意外的是 本田真岭由于受到伤病的困扰 在日本国内的花样滑冰选拔赛中 只取得了第七名的成绩 因此无缘平昌冬奥会 也是让众多喜爱本田真岭的观众朋友们 感到十分的遗憾 而在2020年的日本东京花样滑冰锦标赛上 本田真岭还遇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状况 那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 本田真岭比赛的曲目临时出现了差错 播放的是一首他根本不熟悉的曲目 当本田真岭向裁判组报告了这一状况后 得到的答复却是比赛开始一分钟之后 就不能再调整比赛曲目 因此对本田真岭来说 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 要么弃拳 要么硬着头皮在这首自己根本没有听过的曲目之下 完成表演 最终本田真岭选择了坚持表演 这样的状况 无疑十分考验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和临场发挥能力 虽然对于曲目一点也不熟悉 但是本田真岭依然凭借着自己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感觉 顺利地完成了表演 在冰场上的本田真岭不时地跟着音乐的律动 做出各种各样精彩分成的动作 而这样的表现却是事先完全没有排练过的 也足以看出本田真岭的临场发挥实力有多么的强大 对于本田真岭来说 凭借着高超的颜值和不俗的实力 以及良好的家境 很快便成为了日本内家喻户晓的花样滑冰运动员 在日本的人气甚至超越了瓷娃娃佛缘爱 成为了日本当之无愧人气第一的国民女神 对于本田真岭来说 虽然如今也才21岁的年纪 但是面临着伤病与年龄双重困扰的她 未来又能在赛场上继续征战多久呢 更不用说在实力不俗的日本花样滑冰国家队内 依然有着很多实力强劲的后备 随时准备取代本田真岭的位置 不过无论如何 这位出身优越面庞秀美的冰上精灵 已经带给了我们足够多的经典与美好的比赛 值得我们慢慢回味 也希望在未来花样滑冰的赛场上 我们能够继续看到这位美少女的身影 me me